好我们谢谢向阳 今天要对您关心首当其冲的在台风登陆之后 就是在东北部了 基隆八斗子渔港更是掀起了滔天巨浪 堤防被吞没了 我们连线给记者陈诗雅 沈玉腾 是 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就在基隆的八斗子渔港 可以看到现在风力和雨势还是非常的惊人非常的大 提醒大家千万没有是不要出门了 而在我的背后呢可以看到这个浪更是惊人了 根本就是滔天巨浪 掀起了非常大的波浪以及水花 而且那堤防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被吞噬了 必须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想要滚浪而出门 不然就在一旁呢就紧邻的居民的住宅 也是相当的危险 不为了防止这个海水道光已经淹水的清醒 基隆的政府呢在七个行政局都 都放着三百到六百刀提供大家来使用 而在基隆有七百多艘的渔船 主要就停靠在基隆的正面 以及基隆的八斗子渔港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现在这里的风况以及这个渔市都相当的景点 提醒大家前往渔耀随意的外出 以上就是目前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换给棚内祖国 我们现在来到夺了 我们下来到夺了 我们下来到夺了 快点儿 点儿